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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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果金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 傭兵訓練場 首先我們打開BS模擬器 然後進入到遊戲中 那傭兵訓練場這個地圖 是在4月11號的更新之後 推出的一個練功地圖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 地圖的一個點介 這個 這個 入場方式我們可以從這個 特殊副本那邊進入 那進入一次要花7000的金幣 那要求的等級 入場等級就是45等以上 就是有包含45等 到54等 那這個是屬於 比較 新手的一個練功地圖 那 每個角色 一天 可以進去3個小時 好 這就是它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設置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圖會噴什麼東西 那這邊都是屬於一些 逃兵類的一個怪物 那它會噴這個 架級逃兵的戰力瓶 就是有一個袋子啊 那這個袋子打開獲得一些金幣 五十一百一千 然後還有高級逃兵的斷力瓶 可以獲得五百一千一萬的金幣 主要都是讓你 在這邊 獲得金幣 因為裡面的怪物好像不會噴金幣 你只能靠這個袋子來獲取這個金幣 那它還有這個 加速藥水箱 這個就是一些 熊水啊 或者是聖水 惡魔的血 還有精靈餅乾 等等的加速類的道具的一個箱子 那裡面的怪物會噴這個綠水 加速藥水 還有紅水也會噴 就是屬於一些新手 比較需要的一個道具 就是 增加引力練功的一個效率的道具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來看一下裡面的 地形跟裡面的一些怪物 剛剛講說是從這個特殊部門這邊進去 好了我們看一下這個 跟剛剛那個是照不同的 我們就進去吧 挖七千然後飛進去 然後一樣 就是到這個地圖 然後這個地圖好像跟鞍板一個叫做櫻花村的一個地圖 蠻像的啦 就是鞍板這禮拜也有推出一個 這個地圖叫做櫻花村 也是打怪的 然後裡面的怪物是一些動物 那彩板的這個就是一些 逃兵 我們打一隻怪物看 一下裡面有多少經驗值啊 剛剛我進來打了一下 大部分是兩萬五左右 兩萬三到兩萬五 噴了一罐紅水 對 那因為我這個地圖是九千九百九十五 然後經驗值是七百趴 所以 經驗值是以七百趴的一個 顯示 黑暗豬 妖精的草兵 兩萬五 那這邊 我剛剛打了一下 好像有一些怪物比較強 像這個我打一發三種水 三發 三發 四發 四九發 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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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發他會死啊 六發或者七發 那我拿的武器是這個 加六的刺眼之弓 我愛一些安定裝而已 所以是屬於比較新手類的一個 裝備啊 那我反應於打五十九 那我反應於打五十九 那我 當然我打了一陣子 然後發現有一些怪物 是很強的 像一般的這個 逃兵 就打了 五發或者四六發的三種子 就會死掉 那我找一下 好像有一隻 穿斗篷的 有披風的 超強的 打很久 打了十一八才死掉 可能就是這邊的一個 BOSS級的一個怪物 不是BOSS啦 這是 那個 比較強的怪物 找一下 它裡面好像帶一順 帶一順 剛剛有看到啊 的數量比較少 都是一屆超兵類的 都是超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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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 專 披風的 這個 這個很強 靠魔力一百六十九 一八 兩八 三八 四 六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還沒有魔啦 十二發還不死啦 你看這個 這個有裝披風的 超強的 所以這邊的怪物 還是有 不一樣的一個等級 不一樣的強度 你得 挑一些比較 不要弱的怪物打就好了 像這種 拿毛的 或者是拿標槍的 這個披風的就不要打 這個 太偏太了 那經驗值 就是大概都是兩萬五 或者是兩萬三左右 那這邊如果你是 近戰類的怪 的角色 就可以來這邊打 如果你是 新的 玩家 新的角色 可以來這邊打 因為你在外面的野外地區 就是 很容易都被搶怪了 近戰職業好像 就 沒有那麼吃香 那如果你是 遠距離攻擊類的角色 像是妖精之類的 你可以到 其他地方去練啦 因為這邊的怪物 墊子 好像 你可以到強道區那邊去練 強道區那邊 好像一隻也是 兩萬三 兩萬五 只是那邊的怪物真的 弱很多 好 以上就是在地圖的介紹 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點全喜歡 並訂閱頻道 感謝你 謝謝 台灣 是